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是你逼我的 线种 连线种都破不开 造型 无与此归西沉睡 已有千年 尔等何人 竟然绕无清梦 他刚才另击 所以秒杀武神了 不说话 看我猪肚猛进 你知夫人 现在冷静下来了吧 你到底是谁 从哪来 我 我 我想不起来 你方才说已在此千年 不会连自己为什么来人界都忘了吧 哼 要你管 兜兜 你能听懂仙剑的语言 现在才发现 反应还真慢 我不光会听 还会说呢 你是谁 是谁 也是仙剑来的吗 我叫楚意 以前曾经在仙剑生活过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不得不离开 至少你还知道自己是谁 至少你还知道自己是谁 我连名字都想不起来 没关系 我给你起个心的 说不定以后能归名远播呢 什么名字 猪八戒 猪八戒 有来由吗 仙剑不是有鼎鼎大名的八条戒律吗 每一条戒律都有无上为能 你又是仙剑的猪 这个名字再适合不过 好 那我以后就叫猪八戒了 真是个单纯的小猪 我以后就跟着你了 你要好好对我 知道了 知道了 猪哥 你出来了 这药草回去熬制服用 一天三晚 三日后你父亲就能痊愈了 猪哥 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行了 都是朋友 不用客气 哥 咱们要不要也求求他 让他去给爷爷看病 咱们跟他只是萍水相逢 请人上门看病恐怕不易 那你说怎么办 咱们先回去 做些准备 必须拿出能够打动楚大师的礼物才行 喂喂 别聊了 咱们接下来去哪 你刚醒 需要进步 咱们就去个灵力最浓郁的地方 嗨 好久不见啊 楚教官回来了 教官 我们好瞧你啊 我不在这段时间 你们又没有偷懒啊 我每天都坚持练功 一日都不敢松懈 楚先生 我正准备做饭 您肩上的是今晚烤乳猪的食材吗 烤乳猪 我 你太烤乳猪 本大爷是先天翘猪 你已经能听懂我们的语言了 听你念叨一路 早就学会了 楚老师 你买食材了呀 我帮你拿去宰了吧 竟然敢说本大爷是食材 喜不太甚 我可是大武士境界 居然被一只猪撞飞了 他可不是食材 是我找来的帮手 帮手 把这一起上 抓住食材 你们也算认识了 我要去闭关一阵 在这期间有他陪你们练功 小高 外面就交给你调度了 是 少爷 上面就是乾隆山庄了 哥 怎么又带众里又上门吧 是不是太卑微了 只要他肯为爷爷治病 这点不算什么 走吧 目标已经出现 等他们进到深山里就动手 是 少爷小姐 有人跟踪 都追到这里了 快走几步 到了乾隆山庄就安全了 好 没发现了 动手 动死吧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斜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袁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事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少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少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灵 刚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 别人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 浏览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小学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